书届上回 介绍这一段雍正见侠图 上回书咱们说到 这郭西庄这个郭之轩 他开的这个郭家老店呢 名的是客栈 暗含着呢实际是宝局 就是赌博厂 来俩耍钱的打起来了 这推排酒的局 这位呢一起排呀 是一个大天一个四五 这不是二十一点吗 他非说是添酒 可是局让他不承认 就说这是一点 两边意见不同意呀 这就算矫情起来了 这二位伸手一搂钱 各局都不干 推装的这位把他们二位拦住了 按说呢 应该把了事的人喊出来 咱就说这把牌怎么算 那么割局的呀 不在乎这一把两把 因为事先呢 没说好 你非不认可呢 那只能这把不算 输的白输赢的白赢 您刚才下多少钱呀 至多您拿了去就吃了 尽量不打架 可来的这二位呢 话有点横 干脆呀 这买卖你们甭干了 我瞧这局呀 你们也割不成了 嗯 连推装的战二的大家伙一听 这是有备而来呀 这是找茬打架呀 那可不能让你过去 打这说 按含着上后边通知郭之轩 郭之轩呢 到头了一掀这个白布脸 往头里一看 不过就是俩人 那就甭客气了 这才跟手下的打手说 准备插班打人 这俩小子还真不含糊 耍钱是假的 没打是真的 你今儿不打还都不成了 没等啊 局上的人动手 俩先躺下了 敢往这一躺 大伙一瞧啊 还真不含糊 专业挨打的 虎抱头啊 俩腿一船呢 元宝壳 是这意思 大家伙呢 把所有耍钱的人 全都通知到了 我们这要打人 打人可是打人 别乱 谁要说趁着乱抓钱 那你归为抢我们 我们可不含糊 那抄起什么家伙是什么家伙 可要不乱呢 该怎么赔怎么赔 说这把您赢了 该给您多少钱 一字不少 这把您输了 对不起 得先把这柱 我们这儿在打人 没什么事的呢 您就可以活动活动了 为什么呢 对不住您 说还想接着玩 外面转一圈 咱们打完人 回来接着玩 说要这里有您 您在旁边站着 您要觉着您有面 出头给了事也行 打小的全溜了 为什么 赌徒心里啊 是为了赢钱 真说一打人 一见血也害怕 可也有好事 胆大的 不走 为什么 上局上这么些回了 没赶一回 插板打人的 竟听 竟听人说 打宋金刚鸭宝 这就听人说 谁赶上了 今儿赶上了 瞧瞧我们不走 不走可是不走 您把地儿闪出来 大伙啊 这台把案子 往旁边台 当件闪住地儿 二位躺好了 大伙拿眼瞧郭之轩 郭之轩呢 在白不连后 都站着并不露面 都到这份上 不打什么成了 也就是冲外边 一地眼神 打什么可不管那个 花钱雇他干嘛的 就为打人的 手里拿着棍子 可就往这二位身上招呼 打人有规矩 瞎打不成 打脑袋 这么些人打俩人 照脑袋上帮 这一棍子 那一棍子 那打不了地下 就打死了 往身上打 主要那是打腿 可有一截 这俩挨打都不一样 有一位真好 不愿意 另外那个一开始 还行 还挨着住 赶两条腿 完全一打折呀 有点扛不住了 这么一 哎呦 完 这就算灾 光滚爱打 不许喊疼 要么你别冲着字号 爱完走一喊疼啊 这顿打白爱 别打了 别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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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那腿都打烂了 也喊了疼了 这就没有意思再打了 叫东家吧 郭执选这才卖不出来 这就算尿了 这就算尿了 行 那还有点意思 瞧瞧那不尿的 问问他 还打不打了 东家别问了 你眼死了 哦不是真好 还你们这怎么打的 怎么给打死了 敢那位啊 不知道是 有什么病底子 是怎么着 这顿打打的呀 一会没气了 这帮人还打还不知道呢 子党的嚎狠咬了牙呢 感觉没咬住牙 早就给打死了 这还麻烦了 你保局打死人也不成啊 那就问问这个尿了的吧 你姓什么叫什么呀 为什么跑这没打来了 这位一听你们不打了 不打了 不打就行了 那咱说说这事吧 这位一说姓什么叫什么 大伙才知道 还真是东庄老马那局上 驶出来的 咱们前文说交代了 多少年前呐 郭知轩呐 不开局的时候 也是赌徒 包括他那店呢 也是他赢来的 可就在是郭东庄啊 老马那局上赢来的 他是自娱自乐的想法 又好玩这个 索性我自己开一个 开起来之后呢 他的买卖很好 赌徒都让他这玩的 老马那个买卖呢 一天不如一天 一阵不如一阵 一时不如一时 一会儿不如一会儿 瞪眼要完 您咋咋咋咋咋同行是冤家 就这么点个小村子 还一村一个 这个赌徒就成饱和状态了 因为就这点人好耍 都上西装啊 郭知轩那玩来 没人上老马那玩去 老马这买卖一件 娃呢 没进行 那个就着急 原先他也派人来过 上这捣乱了 奈何一节呀 郭知轩这儿 还有钱有事 而且郭知轩呢 这儿还雇着教师爷 养着打手 暗含着他们可不知道 郭知轩俩 俩儿子一姑娘全都会舞 尤其这姑娘啊 还是真正武术家教的 那把式跟他们还不同 只不过呢 家里边乌烟瘴气呀 开的这个买卖 不让姑娘跟家 跟着那母亲田氏啊 一直就在尼姑尔啊 跟师父住 那么几次来上这捣乱呢 都没占便宜 反而呢 处于下风 老马呢 可就有点灰心了 那一份意思就认命了 我也闹不过姓郭的 整改老马家出点事 买没有不凑手 那一时倒不过饼了呀 他这钱呢 可就叫捉襟见肘 他这么一借钱才知道 敢借不出来 平常他开局的时候 他还要借人钱 这个局上啊 都放印子 为什么 是来耍钱的 到这儿 只要是一输没了 就得借钱 说开这个赌博厂赚钱 那放印子更赚钱 你带点什么东西 当时压在这儿都可以 他呢 放钱 放钱可是放钱 没人念得好 就因为啊 放印子力高啊 你是白给人使钱吗 老马又格外的比别人狠一点 那个利息格外的多 可是有一解 这要说你三年五年还上了 还有下回 要还不上啊 这个利息一子不能差 他变着弯的把你家里这点东西给抖了了 真说因为借的印子钱 那有卖房的卖地 家就毁了 这不是他素肠者为人吗 感到他跟别人张嘴借钱的时候 就算报应 四处碰壁 哪也借不出来 真有这么一份两份的呀 利息比他当年给的还高 狮子大张嘴 分谁借钱 别人借呀 好比二分利 你老马借也得五分利 老马说凭什么到我这儿这么高啊 哎 你是干这个 你得懂啊 当初你怎么给人这么大利息来的 许你当初那样对人家 就许我们大伙 现在这儿对的你 老马真走窄了 有心哪 头和秘境啊 自己有没那么大的勇气 万般无奈 繁出人类 可就找郭志轩来了 陪不日来了 跟郭志轩这么一地稀释 郭志轩 您甭客气 您要干嘛吧 说我呀 遇得难住了 现在我需要一笔钱 我找别人借钱那稀太高 可是我跟您说呀 您得拉拨我一把 我对您虽然说没什么恩 但是呢 您心里明镜的 您这买卖可是当初在我这局上啊 赢来的 我这局呀 倒是光滚 没有什么假 您赢完了这个钱 拿走之后 有的这个买卖 打这说呢 您后来又开 这赌局 把我那买卖给顶了 到现在我落得这样 好 您可是打我这好的 我坏可是打您这坏的 人心都是肉挡的 您看怎么办吧 他一说这呢 郭志轩还真有点啊 发了测瘾了 也讲怪对不起老马的 完了 你说你用多少钱吧 老马一说这数目 对于郭志轩来说 就不算什么了 郭志轩说 咱也甭说多少钱了 我如数给你 这利息也甭提了 你呀 到来年 把这本还我就得了 咱俩啊 就算够意思 我对得住咱俩的交情 或老马一听那可好 千恩万谢 打这谁再说 郭志轩不好啊 老马说别说了 你们再说的不对 我可就不干了 为什么呢 人家对我不错 我在难书的时候 人家伸手拉不我一把 够意思 我现在缓上来了 按说呢 俩人不就没过去了吗 怎么这回 又会有人使出人来 使这坏呢 这就是跟老马一块混事这些人 他老马要火呀 他们都火 跟着都赚钱 老马要不成了 他们也都不成了 这些人想投靠 郭志轩那呢 郭志轩还不用 被咱们这帮人不怎么样 郭志轩那有自己一台人 眼睁这帮人呢 就全都断对了 他们一琢磨 要不车和这个老马 跟他打起来呀 那算不行 非得把姓郭的弄趴下 老马这边起来了 咱们大伙他有饭吃 所以这帮人呢 恨郭志轩 奈何老马现在跟郭志轩借过钱 面子举着 他恨不起郭志轩呢 大伙还真下功夫 可巧来这么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其中有一位可就把呀 郭志成给仿着了 前文出咱们交代了 郭志成呢 是郭志轩的兄弟 皆因为在家偷来偷去呢 让嫂子田氏发现 可就给他骂跑了 嫂子田氏呢 跟郭志轩一说呢 郭志轩这一露面 把他吓跑了 这一吓跑啊 就算是从家跑出来 大家跑出就后悔 为什么呢 郭志成什么都不会 那么说他不会偷东西吗 这偷东西偷家里跟偷外边两回事 偷家里头我没人防着你 偷外头你没点技术行吗 我可不是宣传小偷 那要听三道九龙碑 哪位成名也下过大功夫 那个 童话龙 杨湘武 王博业 哪位 说不是 啊 就广上胆大心细就能成名 那哪成啊 那都有老师教 自己还得努力 江湖上的朋友还得捧 方方面面都得凑得一块儿才成就了 啊 这几位名头 那最起码你基本功你得过硬啊 弄盆开水得捞捞椅子头啊 你没下过这功夫你掏什么钱包啊 你知道是不是 我这人不是说宣传这个鼓励这个那不成 但是就跟我们这孩一样 哪孩都算上 你基本功都得过硬 不下功我哪孩你也小不出来 所以这个郭之成什么都不会 他连要饭都不会 那要饭也是一行人 也是一行专业人 啊 眼里都得看得出活来 知道哪要得出来哪要不出来 跟这位要啊 就许说现代话要二百 跟那位要白挨俩嘴巴 啊脆一脸您谈 椅子要不着 那个要饭呢 您趁多少钱 该到要的时候 是不是 也得穿成那样 也得管人家叫好听的 其实家里头呢 没准有楼 那单说 他这是一孩人 什么也不会 挨了三天饿呀 先把身上这两件衣裳啊 给当了 换两天饭吃 到四颠头上呢 又没得了 瞧一大门 得了 我就这儿吧 大门里头啊 一拳 迷迷糊糊啊 还就睡着了 一会儿有人扒了他 行行行行行 睁眼咱们一瞧啊 跟前站几个人 其中有一位呢 原来打扮 你在我们家门口呢 干嘛 你怎么这儿冲嘴 那么郭志诚呢 瞎话来挺快 他能把他家里情况说了吗 我因为耍钱不小好 我 偷家里头 让哥哥嫂子发现了 我一害怕跑出来了 哎呀好几天饿了 他不能说这个 他来一片瞎话 啊我呀 我打这儿过 我这个饿晕了 我这人呐倒霉 我到这儿找人呐 找不着 你找不着 你饿晕了 你叫门呐 我家里头有 现成的吃的喝的有水 你别饿死我门口啊 是不是 这不给我添堵吗 我又不要饭的 我拍门找你药 我不成了乞丐了吗 袁文一听 你瞧 还听我鼓气 完了完了 算我说错了 来吧 给他抱进来 家里人呐 国际搭的 顺 大门口给他搭进来了 在门房那儿 袁文一这 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呢 我都说了 有什么吃喝 给他弄点吧 别死的咱门口啊 好吧 感觉咱们大富之家呀 那吃点喝点算什么呀 说是给拿点剩的 那也比他这几天吃的强多了 还真没少给拿 官爷这饭脸还真不错 也当然饿透了 那个饱了呀 这个吃蜜都不甜 可是饿了呢 吃糠甜如蜜呀 更何况这正经的粮食 大白馒头 人家还给炒的鸡蛋 他这么足以吃 一边吃呢 一边盯着 在婆罗里那馒头 那次下手要拿 他们都抓几个 人这家的人呢 在旁边呢 抱肩板 瞧着他 我们袁文一什么人都往里让 你瞧这贼没输眼的 这吃就憋着拿呀 额我们一顿馒头不说 临走恨不得带个十个八个的 我瞧着你看你怎么下手 还真防着他 紧着拿眼瞧的都不好意思 身上拿馒头 可实在又塞不下去了 人家这家人口就说了 行了行了 别吃了别吃了 你看见没有 都没嗝了 你可别喝水 一喝水这会准撑死 你咋咋咋咋 这么些大馒头下去 一喝水亡气一发 受了受不了 走吧 带着你给我们原味也 磕个头去 您啊外边活动活动 好 应当谢原味也 走走走 给领的原味跟前了 原味怎么一瞧 吃饱了 吃饱了 我给您磕头来了 说的话往下就跪 感觉人一吃撑着跪也跪不下去 哎 顺着往下出溜 跪得哈腰啊 哈不压腰去了 这都硬了 他这往下一出溜呢 原原看上那可乐 你别跪了别跪了 给他来个椅子坐会儿 你姓人们叫什么呀干嘛的 家的还有什么人呢 这一问郭志诚眼圈还真红了 为什么在外面受好几天罪了 一琢磨我实说呀 他也不可怜我 我跟您这么说吧 我家没什么人了 我就一人 父母都死了 他父母真死了 这倒是不瞎说 但他大爷大娘还在呢 他哥哥嫂子还在呀 这倒不说 他说家伙 我说孤狐伶伶就一个人 原位姓李啊 叫李明 书中代言这地方就叫李村 李明李原位呀 是才其人不其 家里都有钱呢 没儿子 也不怎么这阵 哎 动了这个 儿子迷了 你瞧他 小伙子挺精神挺漂亮 岁数又不大 孤狐伶伶就一个人 原位姨 突然间的突发奇想 那你要没地去就留在我这儿吧 我留您这儿干嘛呀 干嘛 哎 我呀跟你这么说吧 你别看我岁数不小了 我站着房躺的地有不少钱 我没孩子 你要不嫌弃我们家呀 干脆你呀 任我个干爹 我收你个干儿子呀 你给我当儿子得了 把他救了不说 要收他的干儿子 郭志诚这么一听好啊 那我当不当干儿子搁一边 我这算找着犯门了 吃啊 他同意了 趴着就磕头 打这说啊 拿出钱来 带着外边啊 洗澡换衣裳 人凭啊 衣装 扶平金装 小伙子一拾着出来 还挺帅的 挺精神 晚不然领回来啊 陪老头啊 咱们一吃饭 李明李源挺高兴 你瞧 说话文走走的 还识文断字的 你念过书啊 还念过几天 那个 就扔去了 没事 以后我这花钱 请先生 教你念书 明天咱们找人 把你这事情说清楚了 上衙门口啊 这备案 这刚儿子不是瞎认的 日后这要继承我的遗产的 你说这干嘛呀 你说这他可动心了 他一瞧 这老头他得有多少钱呢 他的实实在里面 这么一个人当儿子呀 他暗含着的秘房 老头还真有钱 你还别说 郭志诚身上这么些恶习 坏毛病 就为了继承老头这点遗产 还真伪装了好长时间 够能忍的 老头还真喜欢的 一家子人呢 干脆把这干字去了呀 就以少爷称之 你要外人不知道 你以为啊 这郭志诚 就是他儿子呢 他说我叫 郭志诚 打这改名 姓李 叫李志诚 老头子还真对得起的 没几年死了 嘿 李明 李明 李老爷子这点遗产呢 那是合了合法 顺水成舟 就都亏了他了 感情刚一亏他 他把家里的老程稳重的这个老仆人这么一辞退 护个本一改又恢复了郭二爷的名字 他可又有钱了 但老头在的时候啊 他伪装 老头这一死啊 钱都归他了 那他可就阔了 每天胡吃海塞花千酒地 先娶俩媳妇 哎 老头本来给他说了一个挺好的 老头这一死啊 他又那俩气 这一共是三房太太 这还不算 他可就想起这耍钱来了 小的时候年轻都是旧好玩 他没钱呢 要不他偷家里干嘛 这回有钱了 我痛痛快过玩了 胆大掉 哪有赌博的地方 原先 郭东庄有老马那有 问问还有没有 就这么着 他跟郭东庄那原先的赌徒啊 又勾得上了 人家说现在 在老马那买了 老马那怎么不成了 让郭西庄啊 郭的爷给挤着趴下了 哪郭的爷呀 郭之轩郭的爷呀 哦 他也开赌博厂了 对呀 你们知道他跟我什么关系啊 跟您什么关系 我们亲哥们呢 啊 哦 李村的郭二元位 这么有钱 跟郭西庄的郭的爷 是亲哥们的 嗨 我们是亲叔白 我打小 跟着我大爷 就是郭之轩他们家长大的 他是我亲叔白大哥 你要外人知道的 我们俩就是哥俩一样 哦 那你上他那耍去不就完了吗 我上他那耍去啊 嘿嘿 对机会再说吧 这个郭之轩可就长了心眼了 心话说行了 我报仇的机会来了 我找人呢 联络联络 这老马 我扶持扶持他 把他弄起来呀 把郭之轩这 宝橘子 我给他弄黄了 我得报当年之仇 这事不能算完 就因为他我挨了好长时间 而且我呀 管人叫爸爸叫好多年 我受辱于他人 我就姓李就姓了好多年 这个仇这些个事 全都得算在他头上 最不定的是这嫂子 这嫂子你告我的命 要不然我哥哥 他也不能这样的对对的我 把我挤着出来 那么他呢 就找老马局上的人 这么一来二去 还就混熟了 这人还不好熟吗 在一块吃着喝喝的 胡鹏狗友 现在有人呢 仿召郭二爷郭之成了 二次又来找老马 说咱们这买卖还得开起来 老马说我现在没这力量 我这拉的这饥荒 好不容易才算 把这个账窟窿全都给填上 现在我也没有那么大本钱了 再说了 我弄起来 我还是干不过郭西庄的郭的爷呀 再说我再跟人家对着干呢 倒嫌我不对了 我在难处人帮过我 您先甭说那个 这么着您看行不行 我给您找一个财阀 来他有钱 这位有的是钱 也耗耗耍 拿出钱来呀 给您 支持您 把这宝橘子重新开起来 您看行不行 哎呦 有领动的当然好啊 但凭什么拿出钱来帮我呀 人家仗义呀 人家 知道您 哎 这人不错 更何况啊 这位没发财的时候 在咱们局上耍过 大概那会儿您帮过人家 人家呀 不忘了救恩 打算报答报答您 是吗 这个郭之成在老马局上耍钱的时候 他小孩呢 彼此相认之下呀 老马也没认出来 瞧着好像有点面熟啊 没敢认 这一说呢 就算是郭二爷领动 拿出钱来把这个赌博厂啊 又恢复起来了 许下若干若干 优惠政策 哎还真红火这么几天 有人呢 又上那部队汤去 到郭西庄那儿 找郭之轩 说他那老马又开了 郭之轩说开开了吧 买卖嘛 你干我干 大家干 许我开就不许人开呀 啊 咱没事 咱还得给人家送账子去呢 是不是 他请咱们 咱们还得道喜呢 他都没往新城去 呵 老马对郭二爷是千恩万谢 敢这天呀 晚上点喝酒 郭之轩我就说了 说老马 怎么样 我拿出这钱来 咱们这买卖怎么样啊 老马以为他要查账 买卖不错呀 刚开这些日子就算顺手 眼前不敢说还您这本 日子长了 您赔不了钱 这回我是死心塌地给您干 赚多少钱全是您的 谁让您有帮我这一回呢 我为什么帮您啊 不当初我对您有好处吗 呸 你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认得你谁呀 我在你局上就没赢过钱 要不我也不至于落得那样 您在我局上耍过 我小时候太耍过了 你不认得我了 告诉你 我就是郭之轩的兄弟 郭之轩的兄弟不叫郭成吗 对呀 就是我呀 后来我排的这只字啊 我随着我大爷家这只啊 我就叫郭之轩啊 哦 你呀 啊 我呀 怎么了 我听说你小时候不小 好偷东西 呸你听谁说的 你哪听说的 我什么出身 你甭管了 告诉你 我恨的就是郭之轩 你这买卖 是我拿钱干的 扶着你这买卖 不为别的 就为把郭之轩那买卖顶趴去 而且得派人上到那讲话去 我恨的恨不起来 我恨的起来呀 我就跟你这么说吧 你干不干 你要不干 现在趴 我就撤资 我不管了 哎 这买卖我找谁都能干 干嘛非找你 告诉你 要多少钱 郭儿爷有 您怎么那么有钱 怎么那么有钱呢 我管人叫爸爸 我这仇不能不报 我姓李的叫好几年爸爸 不能白叫 再加上下巴人呐 跟着这么一车和事 这老马又活奔心眼了 你这人就这样 这才叫恩奖仇报 那派人上那捣乱去吧 怎么捣乱呢 嘿 要想抓钱打架呀 就得惹出事来 派俩人到那去惹事 就为买打 打出人命了才好呢 盯着两方便啊 这事可就在闹起来了 反正这有钱 有的是钱 那位说 郭之城怎么那么横啊 对了 郭之城感觉有了钱之后啊 他也知道当初的哥哥 外边的人缘很好 他打小看着郭之轩怎么交朋友 他也学着样子 除了结交官府之外 他甚至于拿出钱来勾结江阳大道 战山的代王爷他都认识 所以郭之城这回不怕打架 简单说吧 找了这么几个会会 大家伙凑的一块一抽签 可就抽着啊 一个鱼老 一个猪瓣 这鱼老跟这猪瓣啊 领了郭之城一笔钱 到家里安顿好了 俩人可就跟郭西庄耍钱去了 到这一抢钱不要紧 这一说插板打人 俩人往地上一躺 当时把鱼老就给打死了 猪瓣两条腿打残废了 就是送回郭 这个郭东庄上去 他就是不死 这也是一辈子残疾 更何况也够呛 现在一审的 朱贝把这话全说了 但他呢不知道啊 这背后啊 还有个郭之城 他就说他是老马使出来的 你别看钱都是郭之城拿的 这两挨打都不知道 朱贝说完这话呢 大伙一听 你说这姓马的多不地道 你在难处的时候啊 郭之城还帮过你 郭之轩听着也生气 说现在人打死了 这也打残了 怎么办呢 得给他送人家 盯着这场价呀 应该谁送去 应该让徐明徐又明送去 你看他这位教师爷 咱上回说了 一轮明月照天下 天下放光明 徐明徐又明 这位简直太亮了 让他带几个徒弟把人送去 有什么话话诸道里 到时候大伙 他们走就是了 可是呢 郭之轩恨老马 我这么帮你 你难处的时候 谁都不借给你钱 我借给你钱 你怎么还派人捣乱来 这两村打起来了 与你小子有什么好处 这怎么的 我呀 我到那我问问你 我把你喊出来 点着鼻子尖 我怎么一问 这送人不应当他送去 他心里生气 来把这俩人 抬着走 跟着我 到国中间问问 好 让徐之轩骑人 冯骑人 就你们俩跟着我 剩下人搭着 他也没让徐又鸣啊 带着徒弟去 那帮人还练 他就带着宝橘子伙计 这么拾了个人 主要的呢 还是搭呀 这俞老跟猪八的 郭之轩的自以为占礼 气哼哼就奔郭东专呢 郭东专那人呢 大家伙拿着家伙都等着大家 准之这俞老跟猪八到那去 就是一场烂 让人家打了 把人往回一送 又知道郭之轩手蝶养着把势 有教室有打手 到这来就是一场硬仗 准备厮杀 这郭之轩带着人一露面啊 有人一瞧 来的人并不多 也都没带着家伙 抬着俩大筐是送人来的 当时就没动手 暗含着可就跟老马说 那意思啊郭之轩可来了 郭之轩呢 到这二华不说 堵着郭东专 老马开这宝局的门口 可就卷上了 姓马的你不是人 当初我对你怎么样 现在你对我怎么样 派人搅闹我的郭西专 到郭家店这儿 我把人打了 这俩小子也不抗动 一个打死一个打残了 现在把人给你送回来了 是官了是私了 你画出道了 我接着 他以为站立 郭的爷堵着门口这么一骂街 老马还真不敢出去 为什么老马本身也恨得不起来 另外呢 这事办得又不对的 老马紧着往后缩 他堵着门口一骂街 他背后还有人呢 就是郭二爷 郭的爷不露面 郭二爷不生气 他恨甜事 这是他亲哥哥一样 这一露面一骂街呀 他把良心一味 打 他这一下令不要紧 他养的这些人 呼啦出去就动上手了 郭的爷带人少了 没防备这手 这一下那一下 郭二爷温奶味 啪 这一挂啊 就帮到太阳穴上了 当场把郭的爷就给打死了 郭西庄的人呢 全给打跑了 敢郭西庄的人听见信了 俩儿子拿着家伙 徐又鸣带着人 拿着家伙上郭西庄那抢人来 就把一尸首给抢回去了 当时这场大仗都没打起来 你要依着郭龙郭虎 跟郭东庄是势不两立 可是有意见呀 这事得让老太太知道啊 老太太在哪呢 老太太这四份在尼古安练武呢 这些年一直就住在尼古安里头 大家伙儿 劝住了郭龙郭虎 跟这哥俩说 说呀给庙里头送个信 等老太太来了 老太太拿大主意 真讲论打呢 四姑娘回来了 也是咱一个帮手 郭龙郭虎说好吧 这店里都得留一人呢 找地挺老头 店里留一伙计 跟那伙计说 你可就别让人住店了 咱们盯着跟郭东庄玩命 甭管谁来都不让他住 就是了 留这伙计也丧点 他就听明白这么一句 行您放心吧 甭管谁来 我不让他住就是了 倒霉头一个 就是太平侠质量 这咱就接上前文书了 为什么质量 来到了 郭家店 遭受到这样的待遇呢 就是因为人家有事 他把这伙计打的 这伙计一瞧啊 行了 这是郭东庄派来的 到了那儿 跟郭龙郭虎的秘书 郭龙郭虎啊 本来爸爸让人打死了 这伙还没出呢 带着人到这儿 跟志愿就玩了命了 两方面产生误会 志愿这么大侠客 当然手底下有分寸 就在郭家店后边 赵鹏之内 把这帮人打的呀 滚的滚 爬的爬 这个躺下 那爬下了 到最后 大人都不打了 志愿说 你们别打了 你们也打不过我 你们干嘛呀 干嘛 没完 杀父之仇 不能不报 志愿一听 我招谁惹谁了 怎么又出了杀父之仇了 我这住店 你们这伙计这么混蛋 啊 我连夺夺雨都不干 全都不能让我在门道里站会儿 怎么现在又出了杀父之仇了呢 这儿还一说呀 先别打了 老太太到了 郭龙郭虎往外就跑 一会儿就听头了哭成一片 后边这儿也没人理质疑了 这也说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是啊 弄得我呀 晕头转向的 一会儿就听头了说 把打架的老爷子请投了去吧 来人了 这回到真客气 老爷子 您投了吧 我们老太太 在头等您呢 你们老太太又是谁啊 您到头了就明白了 赶紧上小庙里的一通知田氏 田氏可急坏了 哪知道家里边徒生俱变 带着四份呢 辞别了两位老师 顺小庙可就回来了 到头了问明白的情况 田氏主大局 这才知道后头还有一个打架的老头 说这位是怎么回事 是郭东方派来的吗 不能 要是派来的 咱们在头的这儿说话 他一人就在后边老老实实 那么呆着吗 将你们一说 这位能为很高 没准是路过之人 是出于误会 咱可别得罪人 这才把志也请的头了 彼此这么把话一讲明啊 这老太太可就说了 说那得了 志俠可您帮帮我们家那忙吧 我们这老头子呀 实在是死得有点冤枉 他们派人闹事 可是呢 我们把人给送回去呢 让他们无辜的给打死了 现在两端眼看就是一场群架 您是为俠可 您看这事应当怎么办 志业一听 你瞧我躲雨住店 谈上这么个事情 嗯 好啊 这样吧 我去趟郭冬官 我先打探打探 我先听听这个消息 你们先别乱 好不好 我到那打探 完这消息回来 我再跟你们说 哎 这倒可以 把一家子稳住了 志业一个人购奔郭冬官 到郭冬庄那儿 施展自己的武艺 也没有人察觉 他暗含着这么一打听 他就打听出来了 欲知欣付这单听背后言 感情啊 不是这姓马的主事 这背后有个郭二爷 他也不知道郭二爷 是这边郭之轩的亲弟弟 老头打听 明白就回来了 回来到这一说呀 这一家咱就傻了 怎么这里还有郭二爷 都拿眼瞧老太太 老太太一听郭二爷 叫什么呀 我呀 没听太清楚 好像叫郭什么城 前世一听 这还真是咱们家的人 就把自己当初发现老二 偷东西 告诉郭之轩 怎么样把这孩子给吓跑了 以往经过跟大伙一说 大伙一听 能有这事吗 那他可太狠了 当初就是他不对 那么老爷子因为他得病身亡 大爷郭之轩找他好多年找不着 到现在不思报恩反而 直视手下兄徒把郭大爷打死了 他是郭东庄的幕后之人 郭龙郭虎说找他玩命去 大家伙二次抄家伙又要去 直视手下说 别见 这怨我 没问太清楚 我再来一趟怎么样 我闹清楚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你们说的这个郭之城 是不是你们家这位郭二爷 田氏说要问明白了 还得辛苦您一趟 这内中有一个郭家局上的伙计 哎老侠哥您先别去了 您来回这么跑啊 快累得很 我们这有一朋友 姓丁叫丁德山 这位是郭庄 西庄东庄两庄都吃得开 俩局他都去 那边现在也想知道咱们那边的消息 咱们卖点消息给他们 要出一实话来 让这丁德山去 您就省得跑一趟了 这说那有人去也行啊 哎又把这丁德山给翻出来 丁德山还真能说 到郭东庄呢 一见这老马呀 老马正着急 为什么 不知道郭西庄那边怎么样报复他 因为这郭之成已经走了 不跟这盯着了 那不说郭之成上哪去了 郭之成也知道 指使人把郭之轩打死 这事不能算白打 他那有人 他倒不知道他闺女四分现在是武术家 他就知道我在这儿万一要弄不对付我就许挨揍 先让老马他们盯着 我先回里村 到里村我就安全了 另外呢 我得派人上山上 找我这个战山的朋友去 随时准备盯着郭西庄啊 报复我来 所以他让老马在东庄盯着呢 他先撤了 这丁德山到这儿呢 老马就问他 你知道我们两村打架的事吗 丁德山不能说我那头派出来的 丁德山我听点信 我听说了 我听说你们两头的打架 不是您的主意 也不咱们把那村的郭之爷打死了 就说是可不是我的主意 是一和尚的主意 对不对 老马一听怎么还有个和尚 你看看 我们听说了 是郭之轩呢 他当年的书北兄弟 他们哥俩有仇 当年这郭之轩呢 把这书北兄弟挤着走了 他这书北兄弟在外边出了家了 我听说是个和尚 还挺有武艺的 这回来要报当年之仇 在你身后的竹石守下人 就把郭的爷打死 是这么回事吧 你还得丁德山这人高级 他要想要实话 他得先卖给你点 他还编子迷瞎话 果不其然老马不知道啊 老马中计哪有和尚 是这郭之城 郭二爷不假 这里没和尚 他也没出家 他呀 闹到李村了 给李村的大员啊 叫李明啊 给人当干儿子 没想到啊 这干儿子不白当 干老死了 他全面继承遗产 他现在是裁住了 想起这哥哥嫂子对他不好 借我这儿的势力 要报仇 就是这么回事 现在呢 他哪去了 他呀 回李村了 回李村奔兵去了 哦 这么回事 嘿 亏了你跟我说了 我可提醒你 你还真留神 怎么 郭西庄那边请人了 好 听说请了好几个和尚 怎么老有和尚 怎么这里非得有和尚呢 那我哪知道啊 我听说那边有武术家 这里没我什么事 那 我们这边的实话 您可别说 我不能说 丁德山这儿瞎聊几句 走了 溜溜大大回郭西庄 到郭西庄啊 把得的这个信就一说 这回算坐实了 不是郭之诚是谁呀 贤实一听是破口大骂 郭老二啊 敢将这么多年 跑的人际家给人当儿子 更名义姓 现在 你不私任祖归宗 反来害你的哥哥 回头再一瞧啊 四姑娘不见了 大伙一瞧 四份哪去了 这也说赶紧到屋 看看他的兵人在不在 老太太带着人 到四姑娘屋这么一瞧啊 不但兵人不在 暗器不在 外衣脱的床上 穿着夜行衣靠 这姑娘已经走了 老太太说 姑娘呢 这也说 那还用说吗 甭问的 一定是 替父报仇去了 你们这姑娘身上有把事 老太太您知道啊 老太太说 我太知道 我陪他在尼古湾 跟着他师父 学了好几年 一样 甭说我们姑娘四份 就是老身我现在 都会两下子了 您的就是锻炼身体 您的就甭提了 老太太说 可我不知道 这姑娘多的能耐啊 侠可您快追去吧 可别让姑娘遭人不刺 这也说这事您教我吧 制约大不大懒 带着自己的军人呐 顺郭西庄可就出来了 他一琢磨呀 姑娘肯定是奔郭东庄 你倒把话听明白了 你这二叔 现在没在郭东庄 在李村呢 我还不能直接奔李村 我还得商量郭东庄 到郭东庄 他要在那 我追上的最好 但是到郭东庄啊 也没瞧见这四份 他呀 当初有个二份 咱们前文书交代 糟了 那么呢 这个郭志轩呢 给他起名呢 叫如份 他应该是 郭龙郭虎下巴这个 哎 他行四 他小名叫四份 大名叫郭如凤 就如同当初那二份一样 是这意思 这个郭如凤啊 恐怕又奔了李村了 这也一琢磨 哎呀 我这管闲事 还得来让李村走 我再往李村追 李村在哪啊 他又不是当地人 大碗门傻的 他也没地儿问去 那也不能蒙着跑啊 江南这么一犯愣的十个公分 松 头六人影 一道黑影 哎 这也一瞧 八成是他 再后边就追 越追越近 一瞧啊 头头跑的个儿不高 身材矮小 倒像是个女人 不是魁梅的大汉 没准是四份 可一时之间还追不上 追来追去呢 投了个庙 这位翻身进庙了 这也一瞧 哎 这四份不对啊 这四份 你不是给你爸冒仇奔李村吗 怎么跑庙里呢 哦 也没准 我听他妈说呀 他这庙里边跟尼姑 小的意 没准回来 搬师傅来 这也一琢磨不对 搬师傅走山门 干嘛翻墙啊 到山门这叫门 进去 师傅您跟我报仇去 这四份翻墙进去 不对 我呀 瞧瞧吧 他也翻墙进来 来到了庙以内 一瞧 嗯 在那东前那儿趴的一人 就自己刚才追这人 可是这屋都点着灯 这人瞧见没瞧见自己 志爺不知道 志爺啊 引住身形 一听亮灯这屋啊 有男女说笑之声 嗯 志爺一听 这怎么回事 听屋里头还不是一位两位 嘻嘻哈哈哈哈 说了些个银词浪语 就瞧东前隐藏这位啊 伸手把宝剑就拽出来 双手一分还是双骨剑 手情双骨剑 往这个亮灯的屋子这么一走 没溜神啊 靠墙有花架子 花架子有花盆 脚一拌这花架子 掉起一花盆里 再夸插一下子 屋里边听见动静 什么人呐 手情双骨剑这位啊 真不含糊 攥着双骨剑 在院子里头这么一站 阴桑 出来受死 你家林相公在此 我叫林相南 他这一报名啊 这也新了话 完 瞎耽误工夫 我追郭四分 他叫林相南 我得走 可我走 这怎么办 我都跟着这儿了 而且这庙里有男有女的 让这林相南的小伙子一说 他们是银僧 那我瞧见银僧怎么回事儿吧 咱们快说 你看今儿这书快啊 没什么废话 我就得把今儿这故事 给您说完了 这庙啊 叫竹林院 竹林寺 这老当家的呀 午休老和尚 老和尚呢 每天中午得睡会 叫午休老和尚 老和尚呢 中午睡啊 说不成 我晚上得睡 家一下午觉 有时候早上起来不爱起 后来干脆 我呀长眠吧 午休老和尚圆寂了 午休改长眠了 老和尚在的时候呢 俩小和尚呢 一个叫道进的 一个叫道远 道进道远俩和尚啊 一看老和尚死了 算没人管他们俩了 他们俩人呢 这竹林院 要素点 想个什么方法 能让他的业余生活 丰富多彩一些呢 对外的宣传 怎么宣传 就说我们这儿呀 十分的灵验 尤其呀 那个长妇少女 大姑娘小媳妇 要得了妇女方面的病 我们这位呀 要菩萨十分的灵验 怎么灵验呢 你到的这儿 往这儿一跪呀 你自己 对着菩萨 把你的病症说出来 菩萨一会儿呢 就要给你一个灵药 这个药 你拿回去 就十分的灵验 敢说药刀病除 可是男的不管用 就专制妇女病 这俩小子干嘛呢 一开始啊 俩人倒没起多的坏心 就是想利用这方法 把四香八镇 大姑娘小媳妇 都聚到庙里来 俩人啊 过过这眼影 看看 可是俩人这招 研究完了呢 没敢推广 为什么呢 那不灵怎么办呢 人家跪着这儿 把自己的病说出来了 咱俩人也看了 那麽香灰 也得给人一包啊 他这儿不失许多银两 咱俩人骗了钱了 哎 关了美色了 这包 卢灰人拿回去 喝完了 什么病不治 就没下回了 一个不灵 俩不灵 十个八个的 全部灵 日久天长 这个咱们牌子 不就倒了吗 那咱们这香火也断了 咱俩也过不了这瘾了 那道金道元 俩合上这么一琢磨呀 往外宣传这个好办 只要你说 他就有信的 有信的就有来的 头几个必须得灵 这么办吧 咱俩请个大夫 专制妇科病的大夫 说是跟佛爷说 实际暗含着找一个小和尚 嘿 在这个药王菩萨身后的藏着 屋子里都没别人 这个女的跪着药王菩萨投了 这位呀就拿笔记 把这位的症状啊 全都说了 然后把这纸条呢 再给这大夫 让这大夫呢 按着他说这病 给开除药来 咱们真舍要 他拿回家去 十个有六个治了病了 咱们这名誉就算闯出去了 再来人可就信服咱们了 可是哥俩一研究 这河上要附近找一个 大伙都认得的大夫 那可不行 咱们得找一个呀 离这儿乐远乐远 谁都不知道这么一人 医术还得高 哎 还得呀当乡本土的人 不认得他 那咱俩这计策才能成呢 你说这二位下多多功夫 说咱俩谁去呀 道进说一定得您去呀 您不嫌道远呢 道远说行我去 带着钱呐 出去五六百里地 以这个竹林寺为中心 五六百里方圆 怎么仿 那不是一次就能仿出来 好 还真不含糊 七百百里之外呀 有一妇科专家 这位呀还没多的名望 是个念书的书生 哎 名落孙山 你穷秀才 姓于月叫于春 家里的环境啊很不好 和尚还真有钱 到这找于秀才 于秀才说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请您上我们那里当大夫去 您那是府上或者村里都 复科病我还行 别的我差点 那就对了 就专找您瞧这复科病 可是有意见 您到我们那去啊 得避点区 您得当和尚 要不然我庙里的出于秀才 人瞧这不像 于春还不乐意 于春说您别看我穷 我这家里头啊 上有老下有小 有老婆孩子 我跟您出家 我可犯不上 哎您不懂 这是乔装改办 哎 乐法为僧 续法为民 我们也不给您起发号 我们呢也不给您办堵谍 就是啊 把头刮了 刮完头呢 弄身松袍 您就穿着 穿着呢 多在那您不想干了 或者我们这庙子 干不下去了呢 您当时脱了松袍 留上头发就算还俗 您在我们那儿呢 这么跟您说吧 绝对比您这儿挣得多 于春还不放心 于春说 你们这是怎么个买卖生意 我得知道啊 干脆跟您这么说吧 我们就假借要王菩萨之名 把人匡来 实际未开这医馆 可是您的蛋分有三分零就行 十个礼拜您治好四五个 咱们这名誉就闯出去了 您那要是开药铺啊 坐堂行医啊 您不敢要那么些钱 我们这庙里 它可就好办了 要多少钱它都得给 你想 这我还得跟您说 各位啊 把您上庙里 您多留神 我是有病 还坚持上医院 他有的人不计 他有病 专上庙里去 这个现在的庙 当然都是好庙 是不是 我说这都过去的妙 是不是 好 愚春一听明白了 那行 那我可跟你们这么说 我 不管你们那买卖好坏 该拿多少钱拿多少钱 是您放心 多了不敢说 一月两掉钱准是有的 一月两掉钱行 那我 得先使点钱 给您带着呢 给您留安家费啊 道远 真没少给钱 愚春呢 愚春呢 你看给这么些钱 把家里都料理好了 背着要箱子 带着书 纸笔墨厌 这些东西 跟着道远呢 可就奔了竹力院 把愚春 愚大夫请回来 打这说 头一项 就给这愚春呢 改半性 瓜头 换了僧符 你还别说 愚春这一半上 比他们俩人 还有道好 为什么文墨 比他们俩强啊 他们俩人 虽然有把势 可这文墨差点 哎 俩一强 干脆您算主持得了 不成不成 我跟人家 不露面 我就在后边待着 你让小和尚 投了听完这病 写好了号头 他别弄错了 把这条拿来 可是投了啊 说的越详细越好 这就把 拿出钱来 雇人 雇人干嘛 外边说去 竹林院的药王菩萨 多灵多灵 你说干嘛 还得花钱雇人 对了 造势 新买卖开张 都得花钱雇人 是吧 要谁知这零啊 过去那人 也搭着迷信 一传十 十传百 慢慢的 这份传着去了 有来的吗 真有来的 家里头啊 得了妇科病了 请大夫 瞧两回不见好 得了 上竹林院 药王菩萨那儿去说去吧 听说有什么病 跟药王菩萨一说就行 这药王菩萨 这药王菩萨那儿很小 哎 把跟来的人都搁到外边 就留这病患一个人 这女的那往这儿一跪 复合病也难以启齿 声音很小 旁边 这个 这个 道竹林可就说了 说这个女士奴 哎 并不会一啊 你这不好意思可不行 有什么话跟药王爷说 可千万别客气 药王菩萨能治你的病 你要不好意思张嘴 他不知道你得什么病 你这病可好不了 这怕说自己得的什么什么什么病 这说书子我就没法想了 我也不知道 复科病王哪懂啊 这么一说 道竹林也不懂 道竹林说您这说太笼统了 他说谢这了 哎 这说着他瞧着 好漂亮 长得好 他就这目的呀 为了摊看美色吗 哎 这可说后面小和人也记好了 把这条呢暗含着传给于大夫 这呢 磕头 磕完头 撂香去 撂完香去 等着这药 你还别说 那于春的 医术还真高明 他听完这病之后 他还得给配药 一般人还真来不了 他还有自己的偏方 把这药配得了 可就给了这病患了 这腹道拿回家吃去吧 您琢磨琢磨 十个里头准得有几个蒙上的 因为他得的都是这个妇科病 这位有专桥妇科病的 不能说治个百分之百 全好吧 总是有成功率 治好了几个之后 可了不得了 嚷嚷动了 竹林院啊 这药王菩萨太灵了 你就跟这菩萨说 说完之后 菩萨赏下这药了就管用 实际菩萨不管用 这于春管用 慢慢的名誉有了 哎呦 这回香火可多了 原先呢 三天来一个 五天来一个 赶这一灵啊 每天门口啊 这人的络绎不绝 而且全都是女的 媳妇多姑娘少 喝 道今道远可高兴了 俩人应接不暇 有的病的很重的 留宿 必须留的庙里头 留的庙里头 才管用 哎才能灵 那留这么些个女的 他本来俩人就不是什么好人 就得想办法要勾引人家 一来二去呀 也有的那个父道呢 哎 这个这个这个 很真洁的 不为所动 那么呢 就给人轰走了 也有那水性的呢 就跟他们有了奸情了 这俩人还真不错 这天呢 可就找于春来了 您一月多少工钱 一月两掉 两掉不成了 给您啊 涨工钱了 翻翻了 这月就先给您八掉钱 不仅给您八掉钱 涨工资好好干 现在投了跟您说 有一女的 小媳妇长得非常标致 哎 我们已经跟她说好了 她乐意 今天晚上陪您睡觉 于春雨婷 还有这事呢 嘿 我不欢俗了 在竹林院出家 赶紧有这么些好处呢 给这么些工资不说 这还给配备啊 媳妇 比家里那还年轻漂亮 赶紧她也算其中一分子了 把于春也拉下水 这竹林院呀 经常的佛帝轩吟 一帮狗男女 白天你瞧着呀 都是人不狗样的 到晚上啊 就是乱七八糟 那么这个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个风可就慢慢的传出去了 有的人呢 听完这个呢 哎 也不以为然 就是好人呢 也不拿这当回事 为什么 愿打愿挨 为什么 这庙里他 他没强奸人 他不是说强行无礼 把大姑娘小媳妇给骗了 对人家进行非礼 非法拘禁扣留都没有 全你请我愿 来着这个女的 有好的有坏的 有不 不乐意的 他们就给轰了 乐意才跟他们有这奸情 另外呢 他真治好不少人 他有人有病到这眼睁治好了 那你说的骗钱也谈不到 还反正就只不过呢 于他们这个佛门上啊 是个玷污 那人家呀 佛门的事跟咱没关系 所以呢 大伙听完也就当一段新闻 没人管他 这附近呢 有个侠客 哎 这侠客叫白药子林芳 他有个儿子 就是这林向南 自幼随父习武 手使一对宝剑呢 小伙子武艺很好 这事儿 我怎么让他知道了 林向南呢 就找到林芳 说爹 我要铲除凶僧 我得把这竹林院的银僧啊 给办了 这样维护一方可不成 林芳的年老体衰 说啊 维护我这岁数了 我又有病 我不能随你前去 让你一人去 我又不放心 哎 您蒙管了 我现在这武艺练的不含糊 那么林芳紧着拦呢 没拦住 这天晚上林向南 背背双剑可就出来了 告奔了 竹林院 哪知智业暗含跟着 就是这孩子 到现在呀 于春跟俩和上 搂着俩女的在屋子里头 正在说笑之际 林向公道 林向南的手情双剑院里这么一叫号 俩凶僧还真不含糊 道进道远都有把势啊 跌了这刀可就顺乌了出来了 这道进过的是摆刀就剁 林向南手情双剑俩这么一打 道进道远生气呀 怎么 我们在庙里头 跟着个妇女欢悦 这与你什么相干呢 我们没办违法事 他自己乐意呀 是不是 你何必撒鼻子眼多出一口气呢 林向南呢 武艺是不错 年轻 没有什么动手的实战经验 本来他能赢这道进 哎 没想到啊 让道进呢 一脚 啪 蹬到身上了 保架也撒手 人也啪去 道远过去一捆 还把林向南呢 给生擒了 你说志爷怎么不过来帮忙啊 志爷想瞧个结果 一琢磨 我也不知道他们因为什么打起来 我先看看 敢把林向南拿到屋中 林向南不让是破口大骂 俩银僧的是哈哈大笑 毫不避讳 他们彼此之间一对话呀 志爷听明白了 感觉手持双剑的这姓林的小伙子 还真是个好人 这屋里有男有女 有僧有俗 这两个凶僧还真是不怎么样的和尚 志爷这才伸手 亮自己兵人大喊一声 说银僧不要狂了 出来纳命受死 道远道进一条 我们今晚还真热闹 出了一条又是个老头 说你是干嘛的 太平侠质量 哟 人称的侠客 不知道怎么样 打吧 这一动手啊 打不过 俩打一个都面强 猛然间一回头一瞧啊 林向南低了保健睡屋出来了 嗯 道远道远更害怕了 林向南怎么出来了 林向南不给捆上了吗 智爷外边一骂街 俩和尚敌了刀出去一动手 这鱼春害怕了 鱼春心的话说这里没有我什么事啊 我是大夫啊 我让他们把那弄出来就为换俩钱糊口啊 我不该的就是 我也占过人女的便宜 哎呦 这俩和尚看来今天要报应 别回头拿我当他们一事 给裹在这里头 嗯 林侠子 小孩这捆着 啊 干嘛 银僧 我不是和尚 不是和尚你光偷 不是和尚你穿僧衣 你这模样 不是 俞说说我这是化妆 你撑的 没事你化妆成和尚怎么好法 我这说不清楚了 我真是大夫 不用你问去 我哪儿问去 我们家住远就七不多里地 七不多里地 你再说近点好不好 我上哪儿打进去 我跟您说 我把您放了 您拿这家伙出去 帮那老爷子把这俩银僧逮着 我是吃挂闹的 我跟您说 这屋里还俩女的也吓坏了 这女的呢说白了也不是妓女 哎也是梁家妇女 让他们给引诱的 这会儿也都害怕了 仨人过来吧 林向南呢 绑上就给松开了 林向南就不管大哥了 递了自己家伙出去 他这一露面 俩行吓坏了 俩打一个坠都打不过 再加上这姓林的小子 咱更打不过了 俩人各自虚晃兵刃 道远道近的是翻墙而走 气妙儿童 说这妙都不要 那没办法了 不走不行啊 打这说 这也追了一成子 也没追上 回来见林向南 林向南说 老爷子您姓什么叫什么呀 我太平家质量 那我提我父亲 您知道 我父亲是白药的林芳 哦 我还真知道 这是个老人物了 他怎么样 害我爸有病在家 要把我们爷俩一块来呀 不至于这样 多悬呐 啊 年轻人 这是我一时赶到 我要没赶到这儿呢 你就许让两个兄僧 把性命就给坏了 到屋里吧 到屋里一瞧啊 嘿 于春还真机灵 除了头发现长长 长不出来 那僧袍脱了 把自己来的时候 那个破长衫又穿上了 我可什么都没干过 我跟您说 这是他们给我八九钱 工资还没花呢 您知道吧 他们请我当大夫 哪是要王菩萨治病 就是我治病 这也说行 你治病治得不错 你能治好了 人家就不含糊 是不是 林养南说 我也听说了 他还真有两下子 行了 天两之后爆关 这两个不闲的妇人呢 你们赶紧回家就试了 竹林院啊 干脆改医馆吧 你就坐堂 跟着瞧病就挺好 有病找大夫 上庙里他干嘛来呀 那说这儿的事 咱们以后再处理 是啊 我这儿还有事呢 林养南说 你有什么事 我是找人 我是为了别人的闲事 找人 这么办 你有点什么事没有 我没什么事 我这不也为了救人吗 那你帮我一忙吧 跟我先回过西装吧 那我得到家跟我父亲说一声 好吧 到家跟你父亲说一声 到家里的见林芳 林芳一条志业 本身就是故人 哎呦 怎么回事 林养南说了 志霞哥把我救了 这么这么这么一说 白药子林芳用手一指 林养南 你是我什么人 我是你什么人呢 你是我爸 我是你儿子 非也 啊 怎么非也了 打今儿你就不是我儿子 你是他儿子 我儿子林向南 十方才在庙中啊 让凶僧勤住 就已经被杀了 没有志也 焉有你的命在 孩子 他就是你重生父母一样 可是有一节 他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跟着这样的侠客以后 多找阅历 志业一听 小伙的事越管越多 小伙的武艺不错 没什么经验呢 林芳你别这么说 哎不 我呀拿我的家伙 我们俩跟着您一块 能帮多的忙 多帮多的忙 咱们呀 先找着这个郭家的四公 能再说 好吧 打这说 顺林家出来 回转郭西川 到郭西川呢 重新见田老太太 田老太太说 没找找呢 算怎么回事啊 哎呀 这也说是这样 这么办吧 嗯 这不有俩帮忙的吗 有林氏父子帮忙 现在呀 只可购奔李村 到李村上 李明他们家 找这郭二爷去 到那有什么会儿 勤住这郭志诚了 咱们再说 田老太太说 好吧 那我们就在家 等您几位 侠客的信吧 无论如何 得逮着这郭志诚 得找着我们姑娘 三位侠客 风尘仆仆 马不停蹄 又解郭西川出来 这回有 林氏父子 他是荡乡人 领着可就奔李村了 到李村 打算采看地形 打算着 进李村去抓人 刚到村口 就瞧从里边 走出一人来 说是一人 实际上俩人 还扛着一个人 只要眼尖 抬头的密桥 飞着旁人 正是郭家那位四姑娘 扛着谁 扛着就是郭志诚 姑娘还真有能耐 姑娘到了郭东端 找这郭志诚 没找着 抓个舌头 这么一问 说他在李村 他现在是原位 他们家最酷 姑娘可要追到李村 明察暗访 问好了郭志诚 在哪屋了 到里边 可就把郭志诚啊 生擒活拿 可就把他给扛出来了 扛着他正往回家走 扛道 可就碰上志语 和 林姐爷俩了 倒是没费多大的事情 说姑娘 你的身手真不错呀 姑娘说这有什么呀 她又不会练舞 她是个笨链 啊 那么 我到那去敢说 不费吹灰之力 有心呐 当时结果她的性命 给我爸爸报仇 可是有意解 这个事呢 还未曾禀明我的母亲 所以说我扛着她回家 见过我母亲再说 志语一想 好 够个侠女的身份 而且是个孝顺孩子 既是如此 咱们大伙一块往回走吧 到郭西庄面见你的母亲 田氏 咱们细细的审问郭志诚 让她把以往经过都说清楚了 怎么样的发落于她 那还就是 啊 听你们老太太的吧 大家伙又把她扛回来了 没想到去的那么快 回来的在马里 一家子上伤下下都很高兴 审她吧 那还有什么可审的 郭志诚啊 倒是毫不隐瞒 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 这回怎么想的 趴这么一说 老太太呀 也是恨她 诉说她小的时候 那些个罪棍 嫂子我对你怎么样 你自己明白 话也说明白了 大家伙 这就要群起而公之 这就要动手 这也给拦了 说我是侠客 对不对呀 我不能允许你们动私刑 不错你们有杀父之仇 但现在也要把她擒在这了 这事情她也供人不悔了 是不是就得凭关断了 咱们就抱县衙门 把她送到衙门去就完了呗 到衙门 他也没有理 怎么样的敌偿对命啊 听老爷的就是了 一杆的狂徒啊 一个也跑不了 天亮 扛着这郭志诚 大伙就到县衙门了 当当当 一雷堂鼓 郭西装那算原告 见着老爷 可就把郭志诚给告下来了 老爷呢 得升堂 秉安呢 升了大堂 两造人往这这么一跪 田氏老太太亲自上堂 诉说阴网 这位县的老爷 听完了不住的点头 好啊 好刁腐 大伙一听 怎么了 连听堂的志详课都愣了 哟 这怎么回事 就瞧这位老爷不住的冷笑 田氏 他小时候偷东西 这个事情需要人证物证 你跟我说说 谁是人证 谁是物证 田氏一听哑巴了 为什么 就他一人说 后来连郭志轩活的时候 都没瞧见他偷东西 自己一个人说他偷不行 你竟说他偷 你没有证据 他偷的那东西在哪呢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 谁知那东西在哪呢 早就没影了 田氏也说不清楚 所以你说的小时候的事 没用 你说的大了的事 我刚才听明白了 你们两村都割局 全是非法 你们私涉赌集 互相斗殴 打出了人命 是 他们把你们人打死了 打死的是郭志轩 你是个糊涂 我听说你们这还把他们那边打死了呢 郭东庄也死人了 一命抵一命啊 各自罚银三百两 郭志成啊 当堂释放 无事 呦 这么大的智业 网称太平侠 智亮都没想到 这太爷这么断这案 而且各打五十大碗 人命护底 各罚三百两银子 这事拉倒了 可你跟他当时 讲理你还真讲不过 这位太爷 智爷暗含着 觉得这事有点不对 这是怎么一档的事情呢 我呀还得夜晚之间暗入县衙 打听此事的真伪原因 这一打听又引出一段 奇闻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